大家好,接下來我為大家來講解怎麼樣利用模擬雙槓的這個位置的器材來鍛鍊我們的三頭肌 其實,模擬雙槓光聽到這字面意義就覺得,哎呀糟糕啊 我們要用的是身體的重量來當主力了 其實利用身體重量當主力這是個學問 像最近也有流行很多的街頭健身,它就是利用身體的重量當主力 當你可以克服身體的重量之後,這才是真正最好的觀念 所以我們可以藉由器材,在我們在家裡面的時候就是比較中低高強度 其實也有超過身體重量,在這邊推,在這邊做重量訓練 然後再來就是,當你沒有器材的狀態下,其實可以利用身體的重量來當主力 好,來看我做一下示範 首先正面我先來示範個五下,讓大家看一下 用我們三頭肌的發力,降到最低,再起來 記得身體盡量不要晃動 好,再來看一下背面 盡量用你的這個蝴蝶袖這個位置 三頭肌 當然這也會用到下胸的力量 可是盡量你可以控制就是你主要處理跟次要處理 把它處理的配比控制好 希望這動作對大家有幫助,謝謝大家 謝謝